所以这叫没智慧 所以佛陀叫你布施 不是叫你盲目 而是有智慧的 有规划的 不会影响你的 你去做布施 所以什么 财富是从这样 每个月每个月 你这样子的 十分之一的当中 十块钱的一块 你天天月月 每个月去布施 自然什么 自然你就有财富 所以你不用去求 你只要按照佛陀的 这个方式去做 你的未来 财富是什么 是不用去求的 自然一定能够 非常的顺利 所以我们说 这不影响家庭事业 跟储蓄当中 我们每个月 能够这个做 那么只管布施 自然就能够得到感应 不求自然就来 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从现在 就可以去试试看 智慧 智慧是修来的 用佛法来布施 包括奖金 收法 祝印经典 法代 这个呢 和听经文法 以及你听完了之后 去深修禅定 那么呢 也决定能够增长你的智慧 因此呢 智慧不是求来的 也是一样 是要去做来的 健康长寿呢 这当然更不是用求的 就像我们一样 每个礼拜 多放生 除了多放生 还要不杀生 那么呢 多不施医药 那么呢 关怀 有恐惧 有害怕的这些人 能够都给予他安抚 去做这些的事业 不用求 自然你就能够得到健康 跟得到长寿 那有的人 可能又会在想 实物说的 那么呢 我都有做了 每个礼拜也都有做了 也来参加了 就放生了 这些都做了 但是为什么 还是一样没钱 为什么还是一样 智慧不开 还是没智慧 无名很多 身体也不健康 那这是为什么 这个呢 大家不要灰心 我们要相信因果的话 就告诉你 这就是你过去式的业障 你的业障还没有消除 因此你感受不到 这些的 你所做的 这些的好事 这么多的利益 好比你欠了银行的钱 你跟银行借了一千万 结果你只还了银行八百万 你还欠了两百万 那你说 我再存进去 为什么还是 没有增加我的财富呢 因为你欠人家的 都还没有还完 你怎么会有什么 怎么会有银额呢 你还透支啊 所以你说我现在也做了 放心也要不施 为什么我还是一样 没有健康没有财富没有 你说这些都一样做 为什么得不到 这个你就是要反省你自己 这个是我们过去 欠人家太多了 等到你还清的时候呢 自然了 你现在所做的点点滴滴 你都能够感受得到 就算是你继续做 这辈子都感受不到 你也不用灰心 因为这个是什么 存到来世 存到下下世 乃至说我们也不要求了 我们把这所做的 全部都回向极乐世界 那就是什么 我们这些的资源财富 我们不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用 我们要什么 存到极乐世界 我们一往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连位叫什么 上品上升 中品上升 我们不要下品上升 因为你有存了这么多 累积乐福德 因缘 功德 所以你把它放到那边去的话 那才是真实的 你现在要求 等于说你现在把你的 银行的存款 就算有几亿 大陆说的几个亿 上百亿 有那么多钱 你现在都把它拿出来用 也是可以 但是用完了 对不起 你就没了 极乐世界 就算你能够往生 也是下品下生 那你不是很辛苦吗 而且很冤枉 在这个说否世界 在这个世界 这些钱财都不是你的 所以人家说什么 叫财富 财富叫用了 才是你的 当然如果你的财富不用 那叫什么 那就变成遗产 用了叫钱财 不用叫遗产 因为不是你的嘛 你一往生之后 存了几百亿 结果都在银行里面 那是谁的 是你的子孙的 你的子孙很高兴 他不用赚钱 就有这几百亿了 因为你舍不得花 结果他就拼命帮你花 豪宅跑车 什么奢侈品 他就尽量帮你花 不用一袋 就把你花光了 结果又害死他们 所以有这么多财产 有什么意义 不如把它多 做布施 做行善 这样来的 存到你的 这个英国的 这个银行 才是真实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 深信英国 才不要说 做善事没有好报 那是你自己不了解英国 到时候 又毁谤佛教的话 那你又造恶业了 所以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有 这个深信英国 那么呢 真正的了解它之后 我们就要去实践 依教风行 所以就算你不求 佛菩萨保佑 不帮你 但是你只要自己 去种这个业 以后就会得这个果 所以老实的去做 你就是一个好学生 一个佛弟子 去做光拜佛 光求菩萨 是求不当的 因为这不符合英国 如果你光求光拜佛 光供养水果鲜花 佛菩萨就帮助你的话 那么呢 这个呢 是绝对没有的 佛菩萨是有智慧 是明英国的 所以呢 绝对不会被你这些 无名众生的 这个烧香水果 所骗的 因此我们又不要再自欺欺人 又要去欺骗佛菩萨 那这个呢 是相当的愚痴的 接着我们再谈最后这一段的文章内容 互贵荣法呢 宽以知识啊 不是真得的啊 命里有的不争也有 命里没有的争也争不到 所以古人说 一饮一酌 莫非前帝呢 不中阴 哪来的果报啊 世间事实真相 了解之后呢 我们要想得泛国 所努力去造善音啊 古圣先写的教训 是真理啊 是几千人累积的经验啊 智慧的结晶 不同于现在的言论著作 都是胡思乱想 多读古诗 如了文书宣 感应篇 书上说的都是事实啊 古圣先写所说的呢 世间功名 苦归是命啊 是自己的善音 与祖先多事 多少是修善 寂攻雷德的善缘 才难得儿孙发达 善音与善缘感应 才到一家啊 世间绝对 没有侥幸的事啊 要晓得 抢躲别人的 还是自己命里有的 这才是真冤枉 躲别人的 自己也有那么多 被人家损害的那个人 是他命里没有的 不被别人拿去啊 也会消耗掉 这才符合英国定律 财是命中所有的 命里没有 不可能花财啊 如果命里没有财 而你有方法花财 世间模拟佛 也会拜你为老师啊 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 你却能够做到 使出世间法 都不出英国定律 这事我们一定要知道 真的是一人一着 莫非前定 谁定得呢 自己定得啊 这一生多财 是因为过去事 多修财富师 这一生聪明智慧 是过去多修法富师 这些是一生 这一生的果报 佛做一知前世音啊 今生做则事啊 一知来自果 今生做则事 想知道前世做了些什么 这一生手受的果报 即是啊 想知道来自果报怎样 今生做了些什么 就是来生果报之一了 既然知道财富 是命中所有 求他干什么呢 直到因果报应 然后才能安分守己 否则用种种不正当的心思 所断 得然的财富呢 佛法称之为不尽之财 还是念以有得 这一切造重 是错用的心啊 冤枉不冤枉 用清静心 他自然也还会来 何必请那么那些恶念呢 唱那些恶念呢 想见方法 保持财富 唯恐财富失掉 舒服之呢 纵然辛劳辛苦到极出啊 也未必能保得住啊 如是自尽 不依随者啊 自尽就是一直辛劳辛苦 到老死 还是一样带不去啊 真是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啊 一生造许多的罪业 罪业带去了 除罪业之外 一样也带不走啊 生恶或五年 罪命所生啊 所得的结果 就是这样啊 所以呢 说到这个龙法富贵啊 当然啊 更是呢 我们一般的世俗人啊 世间人啊 都想拼命追求的 这些财富啊 龙法富贵 所以呢 有些人 拼命的 想要从政 想要去当官呢 那 从政当官 最好是能够当上皇帝啊 每个人都想当皇帝 每个人都想当总统 也很多人都想当总理 但是呢 觉得那才是什么 真正的威风啊 当皇帝 但是呢 要当皇帝 也要有皇帝的命啊 你的福报 命格 不够的话呢 那有可能呢 想当皇帝 想到最后 惹来什么 杀身之祸 古道还要满门抄家 更严重的还要九族 你的中亲 主理 只要跟你扯上官具的人 全部都要被杀 所以你说 皇帝好当吗 不好当 连想都不要去想 如果你有这个非分之想的话 那你的命肯定是危险的 那么呢 你要当皇帝 有皇帝的命 那么呢 却不长 那这也是什么 这也是你的因果 因为你的命里有多少 那你就是什么 当皇帝就是多少 所以当皇帝 其实你也不用争 也不用求 该是你的 就是你的 命中如果有 你不用求 也都能够得到 命中如果没有 你求 也是求不大的 那么呢 这呢 用一个最真实的故事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有一个故事是说 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有一次 为府初选 我们知道 乾隆皇帝是一个很有福报 也很会旅游的皇帝 也一个爱奇特的皇帝 曾经南下江南 三次南下江南 来欣赏江南的风光 听说有一次 他在为府初选的时候 趁旅途路上 所有的食物 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 所有的水也都喝光了 然后走在路上 他前面没有村庄 后面没有履色 所以前无杂后无村 就这样子走走走 走到这个皇帝实在是 万岁也 实在是非常的口渴 也很受不了 那么呢 这时候呢 乾隆呢 就左右看看 看看两边 结果看到了一个农夫 有一个农夫在旁边 在种田 因此呢 这个乾隆就走过去 就问了农夫 说请问 这位 这位 这个人者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水喝 哪里可以有水喝 然后可以解渴 我们是一个出外旅游的人 因为 这个找不到 这个饭店 所以口很渴 因此不在哪里 可以找到水喝 能够解渴 这里农夫一看 是一个打扮很斯文的 是一个文人 然后是出外人 因此呢 这个农夫就很客气的说 我出门工作 身边都会带着水 都会带水服 所以既然你需要水 不用去找 我这里有水 我就倒一杯 给你喝 所以就拿了杯子 倒了一杯干净的水 给乾隆 这个喝 乾隆一喝之后 真的是 这个鼠疫顿消 真的是酒汗逢干瓶 渴得又死之后 来了一杯这个水 比什么 这个穹江一叶 比皇宫喝的什么 冻顶的乌龙 来得更加的好 因此喝了这杯水之后 整个人就非常的 这个舒服 农心大喜 之后就问了这个农夫 你贵姓大名 你家住哪里 你的地址姓名 就记下来之后 乾隆就很客气的 就谢谢这个农夫 结果就走了 回到了京城 结果呢 乾隆马上就下了一道圣子 就写了一个圣子 然后呢 这个侍者 就带着圣子 就联盟 赶到这个农夫的地方 然后呢 就是说圣子到 然后呢 这农夫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会有圣子 我犯了什么错误 做了什么坏事吗 为什么会有圣子 那不知道 莫名其妙 跪下来接了 就是哭了下来接圣子 然后呢 就莫名其妙 被圣子啊 乾隆皇帝 赐给他们 在当地啊 就是他当地住的那个地方 当地的当地的村落 做一个最小的官子 我还讲 官子最小就是九品芝麻官 最小的官 但是呢 一点点啊 就像我讲 你是村长啊 乡长啊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九品芝麻官啊 但是呢 这也是一个官啊 因此呢 哇 结果后来呢 当他当官之后 后来才知道 原来呢 当初 给的那一杯水 接的那个人 就是皇帝 所以呢 就因为那一杯水的因缘 他当了一个九品芝麻官 所以后来他就 哇 很开心啊 突然一下从农夫 变成芝麻官 然后就很开心了 哇 就不用种田了 但是这个事情呢 后来在当地啊 就传开了 这个农夫的一杯水 当官的是啊 传了开来啊 结果被当地的村庄的一个 一个秀才 被一个秀才听了 那这个秀才就很不能够 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秀才就想 我一个人 一个饿读师书的人啊 竟然呢 不能够当官 一个农夫 只是给皇帝一杯水 就能够当官 这太不能够服气了 所以呢 为了表示自己的才华呢 这个秀才呢 就写了一个帘子啊 写了一个对联 来嘲笑这件事情啊 秀才怎么写呢 大家听听看啊 秀才的对脸书啊 十年寒窗苦啊 不如一杯水 这个秀才写说 我十年寒窗苦读 竟然怎么读书怎么用功 日业感业的听命的读书 就考不上这个什么 也不能够当进士 不能够当众员 都不能够当官啊 结果十年的辛苦 还不如人家一杯水 供养皇帝 就能够当官了 所以觉得这个实在是 太讽刺了 实在是 太 这个 政府这样子 皇帝这样 真的是 太不懂得珍惜人才了 因此呢 却写出他的这个 这个事情啊 那这个事情 这个秀才的对脸一写出呢 也的确引起很多的文人雅士啊 很多这些读书人 就觉得 对呀 说的有理啊 我们这么辛苦读书 就是为了追求功名 结果 还不如一杯水 所以呢 大家都很 分开啊 就像我们讲的就是什么 就很同 很赞同这个秀才的理论啊 那这个事情就一直发酵 发酵到最后 这个事情就传到皇帝那里了 乾隆总一听到这个事情啊 啊 你的秀才竟然这样子 因为我给了 这个农夫 农夫给我一杯水 我封个他观座 你就这样子的抱怨 这样子 说你们读书人不如一个 农夫的一杯水 所以就这么抱怨 那 乾隆啊 毕竟是 当皇帝啊 这个也是很有智慧的 为了解决这个事情呢 乾隆皇帝就写了一个 首签啊 也写了一个对联 就赶快叫他的公公啊 试着 赶快呢 把这个书签啊 赶快拿去找到这个秀才 然后呢 交给这个秀才 秀才呢 结果 前隆皇帝的书签一看之后 秀才就心乎扣服了 也不敢再讲什么 秀才这个 看了 乾隆的诗是怎么写呢 乾隆写了 他说呢 秀才你讲的上年诗 十年寒窗苦啊 不如一杯水 乾隆皇帝的下年诗说呢 他才不如你 你命不如他 乾隆皇帝真的是很有智慧啊 他说你讲的 我也都了解 你的才华 你的读书 这十年寒窗的辛苦 的确你很有才华 你懂得知书 当你圣贤书 你懂得比他这个农夫还多 所以你的才华 决定是超过于这个农夫 所以他的才华 农夫比不上你 但是你的命 不如他 因为没有当官的福报嘛 人家他有这个命 他有这个福报 所以刚好我出去 微虎出巡 就刚好碰到口渴 所以必须要找他 要这杯水 他有故事这杯水的印 才有当芝麻官的我 这就是他命中有的